善于诱惑他人的作家 马园 如果说古代神话里的女妖是凭借姿色迷惑世人的 那马园一个大男人是如何诱惑别人的呢 这里的诱惑呀 其实是马园善于推销自己 用沉寸的话说就是 马园喜欢自说自话 而你会在她眉飞肆舞的讲述中沦陷 诸伟就是被她的小说 拉萨和女神俘虏了 这也是马园形成她自己风格的开端 她用叙述完成了对读者的牵引 构成了文章的形式 在此之前 马园发表的最早的小说是《林宫礼处》和夏娃 在《林宫礼处》里 马园用时间与剧力的效果来强述 用急跳跃的时间当开头 又用恍惚的时间跳跃当结尾 这种创作形式可以说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而在夏娃中 她的叙述转换极为精彩 又蛊惑了不少人 在诸伟看来 马园的创作一开始就趋于成熟了 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能够蛊惑住读者 就是她得益于通过不断阅读积累下来的经验 钢底斯的诱惑是马园崛起的开始 那时候诸伟还不知道钢底斯是朝拜的圣山 直到三十年后 她一步步走进这座圣山 她才想起马园的这部作品 这篇作品不断变换叙述的角度 去逼读者 思考逻辑关系 但是你如果想读明白这部小说 又不能按照西方逻辑去思考 必须在破除线性关系的基础上 才能判断她究竟要说什么 比如这部小说一共有十六节 第一节是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 第三节是用第二人称你来讲述 在这样的变换里 你很难用线性关系去理解 这是马园给读者设置的困难 也因此让更少的人去理解到她的才华 在这部小说里 马园带着真诚去讲述西藏 她在这部小说里批判了诱惑他人的假象 却再一次用这部小说诱惑到了诸葳 后来马园的叠纸贺的三种方法 再一次写了西藏 她用老太太和纸贺一起构成了小说的表面 又用三个老太太的故事 讲述了当地人的生活与宗教 世俗与神称的关系 也构成了诸葳对西藏的向往 仿佛优秀的作家的人生节点都可以用 那时候他正在写某部小说这样的句子开头 或许这就是对一个作家代表作最好的引出方式 这也得益于那位作家一直笔更不错 而且写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在诸葳的记忆里 马园的作品和他所处的生活阶段是一一对应的 在人民文学青年作家座谈会后 马园写了短片《喜马拉雅古歌》 这篇的结构是现实与虚构的故事交替 马园在这篇小说里歌颂了强悍的力量 那时候他还住在郊道口东棉花胡同 对每年的小说评讲愤愤不平 后来他住在北太平庄 又写了短片《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 在这一篇里 他又打乱了时间叙述的顺序 依然逼读者用马园的方式思考逻辑 而他在这一年写的最好的作品是中篇小说《虚构》 这在诸伟看来是马园写的最感人的小说 接下来马园又写了他构思最松散的小说《大园》和他的预言 这在马园看来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 因为里边有他最深刻的记忆 面对沾岩吃鸡蛋 往嘴里扔花生米这样真实的记忆 马园没有什么技巧 也是在那时马园开始警惕对技巧的使用 马园的创作生涯里最辉煌的年份是1987年 这一年他发表了自己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上下都很平坦》 小说分为三部 分别是担子游戏木马和三度重叠 在结构上第一部完全写实是故事的缘由 关系清晰 第二部是故事的外围展开 也是人物关系的外延 焦点变得模糊 变成了第一部的分为基础 第三部是故事的分为总结 三部合在一起 让人们在消解中重新理顺人物关系 它利用人们的思维逻辑颠覆了事物 让结局出人意料 马园在这部小说里探讨了人的本能 本能构成这庸俗平常的生 也成为了超越庸俗和平常的死 诸位感受到 他写这篇是为了向文学女青年 皮皮展露才华 但是这篇文章暴露了马园的很多缺点 他写了欲望 却没有展示睿智的女性 该如何去处理欲望 1987年马园和皮皮有了孩子 在1989年时大家似乎都无心文学了 马园回到沈阳成为了专业作家 随后就开始声势浩大的拍摄他的中国文学梦了 马园把之前赚的钱全部都投了进去 他在全国采访作家 翻译家 批评家 编辑 他的梦想是想让读者看到八十年代的文学断代史 十八十年代文学留下的活着的影像 这件事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 但遗憾的是 珍贵的完整影像资料没有保全 剪辑后的长达120小时的成品 也无人购买 纸质版也印数不高 但这并不能抹杀这件事本身沉甸甸的价值 后来马园到了海南 这里更看重的是赚钱 马园只好开公司做房地产 但都不太成功 他转回本行写剧本 但也很少被拍出来 九十年代是大众文化与商业化大兴其道的年代 选择文学还是投身上海 成了很多人艰难的选择 后来马园似乎在这两者中间找到了平衡之道 他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阅历去大学讲课 在讲课期间还能培养一些高层次的文学青年 四年的时间 马园的讲稿集成了六本书 名为阅读大师 马园在上海八年有了新的妻子 后来马园发现身体出现了问题 他认为生病与大都市有着某种关联 于是就离开了上海 带妻子回到了海南 而这也成了他回归小说写作的契机 牛鬼蛇神就这样诞生了 马园用速回的方式讲述 用其中穿插着的理性思辨去提醒人们 看到的东西都是有局限的 人们只能对看到的东西进行归类 形成逻辑 次序构成了阴差阳错 这是他乐此不疲的兴趣点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经验丰富 善于用文字诱惑读者的马园 从展露头角到写作的辉煌 马园的生活轨迹始终与小说连接在了一起 他的创举之一是为八十年代的文学史 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在商业化的九十年代 他不断摸索之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成为了大学的讲师 还把讲稿集结成册 又在荒废多年之后 重新投入了小说的怀抱 感谢观看